熟悉的味道第二季收官之作 美味使者们展开了一场跨越二十年的寻人之旅 我们现在是在这儿吗 是在这儿吗 还是在这儿 还是在这儿 我们是在哪个位置 您能看到我们这样地方吗 这这这这地方 这这地方 有没有一个军人服务社呀 有人吗 你们别来了 没事了没事了 我们问问别人吧 他们寻找的究竟是谁呢 去年是在南京拍的是海青 海青 对对对对 去年宝宇有一个好习惯 就是他来某一个城市之前 他会在百度上查 就是谁会是南京籍 那我猜测的话应该是宁妮呀 然后熊带琳呀 他们其实都是南京人 找找 见了就知道 我们永远都是不知道是谁 然后就往里宠 猫说 哈喽 刘涛 猜到了吧 刘涛 中国内地知名女演员 代表作 狼牙榜 米月传 欢乐颂 她以温婉大气的形象 一直深受观众喜爱 多次如获观众最喜爱女演员的称号 哈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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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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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你好 我们一路猜 会是谁呢 你不是南京籍的 我不是我是南昌人 坐坐 好多水果啊 对啊 还好 怎么会 我们要在南京见呢 因为我之前 是南京军区的一个战士 你在南京当过兵啊 但是其实我们的驻地 是在安徽 楚州 这是哪年的事啊 94 95 96 3年 那个时候你也是个小姑娘 对啊 是16 17 18嘛 刚好 那我们要探访军营 不太方便吧 其实这一次要感谢的是 在军人服务社 卖水果的老奶奶 军属吗 她是 她也不是军属 其实她就是 住在附近的百姓 就给你们提供一些 水果副食品 对啊 就是我们基本上 需要的一些生活补给 就都是去军人服务社嘛 然后就会在那儿 见到那个奶奶 奶奶人 就是很老了 那个时候已经 然后她整个背 也是弯弯地 就驮得特别厉害 然后当时我就看 这么老的老奶奶 一个人拉着一个板车 然后就拉着那么多的水果 当时我觉得挺心疼的 我从小就是我外公外婆 带大的嘛 所以我对老人的感情 就是特别特别地深 然后就 我就只在她那买水果 然后就跟她 有了还挺深厚的感情 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月 都会有发一点钱 三十多块钱 今天 对对对对 然后只要发了这个钱 我就要去买整箱的水果过来 就是为了去看看她 对 然后就想帮她嘛 然后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她的手上就老是一堆堆的冻疮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给她 织手套 每个冬天我都会给她织 两副就是长的 就把手包住的 然后再织两副短的 就专门用来数钱 然后放水果的那种 就每年冬天 我都给她织手套 其实我们俩的感情呢 像朋友更像亲人 所以其实那三年 她 我们的感情很深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她的家里 因为我觉得不方便 我是部队的 后来等到我离开部队的时候 我再回去看她的时候 她就拉着我的手 就一定要让我去她的家里 然后她就给我做了好几个菜 然后就给我一个 就类似于像 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大 但是也不会比这小很多 就这么大的一个碗 满满的一碗白米饭 你知道吗 当时我都看傻了 我在想 这应该是一家人吃的饭 她就给我放在这 她说你耻 你耻 刘涛 你耻 这么大一碗饭 对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 就是比我的脸 还要大的一碗米饭的感觉 我一看这碗白白的米饭 然后再看老奶奶的 对我这种情感 我真的是一厘米都没有剩 把她给吃掉了 因为就是 就特别感谢她的那种 对我那种感情 她知道你叫刘涛 她知道我叫刘涛 那老人怎么称呼呢 我一直叫她奶奶 你让我慢慢理顺啊 一开始的时候 是走出军营大门 有一个卖水果的老奶奶 你可能也照顾她的生意 一来二去就熟了 老奶奶也把她当闺女一样看 当孙女一样看 对对对 涛姐我还有个疑问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 其实这个感情 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 但是为什么这事 过了二十多年 我们今天才去做 其实我每次遇到 哪个战友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的就是 你们还知道 那个奶奶在哪吗 然后他们说 其实我退伍以后 没有多久 那奶奶就不卖水果了 很多地方可能都有了 很大的变化 九一这没有什么准确的消息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 她到底叫什么名字 然后也没有办法形容 她的家到底住在哪 客观讲这事真不好办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先让孙坚 还有罗西 他们先去楚州去一趟 做一些了解 因为毕竟二十年了 有效信息确确实实是有限 是的 其实 她是我一直最挂念的人 就是当熟悉的味道 她找我的时候 是她问到我说 你熟悉的味道 我满满的画面 就全是在那个 那一桌饭 就是那一碗白白的米饭上 就是 哪一道菜不重要 做什么我都觉得不重要 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份记忆 一份温暖 一份情 就是 如果我再见到她 我就觉得 我们彼此身上 都会有自己熟悉的味道 那我们再说一件事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熟悉的味道 我们要去感谢这个人 二十多年过去了 万一你有感谢的人 她不在了怎么办呢 就是 我也真的不确定 我是不是能见到她 昨天跟我妈妈说 我说 哎呀 明天我要去部队 我要去看那个奶奶 我妈都说 啊 奶奶还在吗 我说 还 其实 在不在 你都会去 到那片土地上 寻找一个回忆 而且 即使不在了 我也可以 依然去看看她 我相信 即使她不在了吧 我觉得 她也知道我来了 知道我来了 涛姐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一边讲 然后一边就流泪了 她整个故事 非常的感染人 让我觉得很感动 情真一切 因为这是一段 在她心里面 积压了二十年的一份 情感和记忆 这种情感 可能真的是 我们外人 无法去想象的 我们不知道 在这三年当中 在她服兵役的三年期间 在孤独的这样的一个 除舟的一个地界上面 他们之间 两个陌生人 发生了什么样 非常平凡而深刻的故事 涛姐 你有没有想象过 如果这一次 你见到了她 你第一件会去做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抱抱她 摸摸她 然后 你好吗 就这样 还记得我吗 也许 也许她 我相信她会记得我的 所以我们也很幸运 能够和刘涛一起 去完成她这样一个心愿 也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所以 来 这是我们的海天惊喜酿造书 对 所以你这次的准备的 惊喜计划 详细地帮我们列出 我们一步一步去完成 熟悉的味道 有印象最深的就是 比我的脸还要大的一碗米饭 就是抱抱她 摸摸她呀 现在她也不用再卖水果了 我就给她吃一个 全一点的手套 我们的看电舞 冬天里需要的一双手套 好像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没事 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好了 这样 咱俩先行一步好不好 因为这时间紧任务重 我们还是先去把那边打探一下 去安排一下所有的事情 然后你们在这边再慢慢回忆 这样 我们待会儿不行 找一个画画老师 根据你的记忆 我们把这个老人的这个形象啊 用素描或者速写的方式 把信息能够把它明晰起来 那行 那我们俩就先走 好的 为了完成刘涛的心愿 孙坚和罗西 立刻赶往了除州 开始寻人 可是二十年过去了 老人是否还在曾经的地方呢 你现在一点一点 慢慢把二十年前的印象 再整理一下 在南京我正好有个朋友 他开画室 他画得还行 所以按照你提供的线索 我们一点一点 或者从各个角度 把老人做一个描述 好的 不远 咱们现在就去 OK 好 走 谢谢 李勇和刘涛一起来到了画室 希望根据刘涛的回忆 为老奶奶画一幅画像 你好小多 勇哥好久不久 给你介绍一下刘涛 你就涛就好了 麻烦你件事 现在我们需要寻找一个人 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位老人 这是你涛姐的一位老朋友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长相 这确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困难 发现我们也不知道 我尽力乐围吧 我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非常感谢 那我们就董奇说 好 边说 边想 边话 好的 来 这样 其实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我们凭记忆给他多一些信息 9697年就应该是快70岁了 一位老人 胖瘦啊 不胖挺瘦的 现在仔细想了一下 应该还是短发 奇耳的短发 眼睛大小 或者脸上的皱纹多少 脸上皱纹很多 特别手上皱纹特别多 就是你说眼睛大小吗 其实因为老人嘛 就是眼皮都有点松了 所以其实都有点掉掉的 额头的皱纹也挺多的 眼角的皱纹也挺多的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冬天特别冷很干 然后就是一个老人的样子 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的 有点南方的这个 对对对 就是一个南方的老太太 皮肤也黄黑黄黑的 然后满脸的皱纹 小杜为难你了 这所有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 好 我尽量了 开始吧 二十年来 奶奶一直是刘涛心中最深的牵挂 那些和奶奶在一起的一幕幕时光 也一直映刻在她的心头 从中是不再离开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围不出道的一种状态 无认诚的水到最爱 多想相信永恒存在 什么人不遇见这样的你 什么人不不在怀疑至极 什么人不不在怀疑至极 在这茫茫人海里 我不要变得透明 接近吗 接近 接近 她是我这些年一直都想再见的人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的夏天 然后那天的早上 我去服务社的水果摊 看见她了 拉着我就说 今天你一定要去我家里吃一顿饭 因为我在部队的那三年 我一直都没有去过 我到她家里的时候 大概是在十点多钟 然后她就去忙她了 就去给我准备饭 给我准备了 是红烧肉还是红烧鸡 这个我真的是不太记得 我就记得有一个红烧的菜 很香很香 然后还有一个蛋饼 然后炒了一个小青菜 就是三个菜 然后最让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摆在我面前的那一碗米饭 但是那一碗米饭是满满的 然后我就说 不行不行 我奶奶我吃不了 我吃不了 然后后来说 刘桃你吃你吃 就是我明知道我真的吃不下去 但是我觉得 就在那一刻 你就希望让老人开心 你就希望真的把所有的 所有的饭都吃掉 我觉得那碗饭是我 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饭 而且我真的是 一厘米都没剩地把它吃掉了 然后她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我们那边的冬天特别特别地冷 她依然会自己推着把车 然后就坐在那卖水果 然后我就看到她那个手 那个手上全部全部都是冻窗 她本来手就很小 然后都皱着 我就很心疼 然后我就每年的冬天 要给她织很多很多的手套 然后我就记得 我退伍的时候 因为退伍的时候也是冬天嘛 就让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奶奶 以后冬天也没有办法 给她再织手套了 然后我就织了很多副手套 然后又去到了那个水果套 我就跟她说 我说奶奶 我今天就正式退伍了 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就见不到了 然后她就坐在她的板凳上 一句话也不说 然后我也坐在那儿 我也一句话也不说 我妈妈就是心里都很舍不得对方 但是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就就两个人沉默着 然后就突然一下奶奶 就起来拿了一个塑料袋 然后就一直往那个塑料袋里 装苹果 就一直在装 一直在装 然后我就看着她 就一个大塑料袋 我就一直在拿出来 我说奶奶 我的行李我都已经拿不回去 特别沉 我说我火车上根本就吃不了 然后她就一直说 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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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我说不行 我说这样我就答应你 我就拿四个 四个在火车上就够了 然后后来我把手套交给她 她又给了我几个水果 然后后来我就起来说我要走了 然后她就突然一下就抱着我 就像恋人一样的分别 她就在我的胸口 就一直哭一直哭 一直在抽气 其实我整个都忍着就没哭 到那一刻我就真的忍不住了 然后我就一直抱着她摸她 就说哎呀我会回来看你的 你别难过 我会回来看你的 你别难过 她就哭了好久 后来就真的非常依依不舍的 我就分开了 我希望我能够见到她 而另一边 孙坚和罗西已经到达了楚州 展开了一场艰难的寻人之旅 老爷爷 那个这个里面呀 有没有一个军人服务社呀 你叫我听不到 听不到 嗯 哦好 那谢谢你了啊 不好意思 谢谢您 谢谢谢谢谢谢 有人吗 哎有人 哎有人有人 你好 能先给我们开个门呢 他走路特别不方便 老爷爷走路 没事您别来了 您别来了 没事了没事了 我们问问别人吧 老爷爷走路都走不了了 还拿个拐杖慢慢走过来 太难为他了 你觉得他还记得我吗 我觉得够强 我觉得如果他要是没有生病 的话他一定会记得我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两只打得不一样 心有点乱吧 心乱是肯定的 时隔二十年 一切都变了模样 寻人之路 异常艰难 他们又能否顺利找到老人呢 就只有一切都变了 她的地盘 我们走这边 怕 这就有点太迷茫了 这全都是 这 这全是关着门的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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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姐姐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们是要来找人 原来呢 他原来是在这个 军区的营房里面 的军人服务社里面 卖水果 有一个里面 就有一个叫杨师傅的 他这里面一个 好多年那个老的水电工 水电工 我不问到人了 你看见没 在哪儿 上面就是有个小区 修电灵车的 就是出了这个巷子 往右边拐 点点就是那个 风口油的 香 可以找到徐师傅 再找到杨师傅 那杨师傅 你认不认识里面的人 是这逻辑吧 在模特修理店 徐师傅的帮助下 孙坚和罗西 成功拿到了军区水电工 杨师傅的电话号码 那么他会认识老人吗 又是否会知道老人 现在的近况呢 现在在这儿有个 卖水果摊的老太太 他们说你跟人认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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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我们先确定 是只有一个水果摊 是吗里面 当时有几个 几个呢 但是他 只有他一个 是80多岁 当时是60多岁 现在是80多岁 只有他 所以他现在还健在 现在还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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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健在的对不对 您现在还跟他有联系吗 联系不怎么联系 他这么大年纪跟家 我跟他一般不怎么联系 他还住在这儿吗 就是住在 不住在这边 住在大门口的西边里 那谢谢你 谢谢你 现在我不打扰你了 谢谢谢谢 真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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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 勇哥 哎 孙杰 你这样啊 我们先来告诉你 几个消息 重要的消息 我们第一 我们没有找到人 我们没有找到人 那 那个老房子找到了吗 也没有找到 但是 但是 我们知道了一条信息 老人还健在 而且身体很好 多大岁数了 具体 真长寿啊 太好了 好 我现在立刻把定位 发给你 我们在这边等你 好 好的 好 多借 多借 一会儿见 好 好 拜拜 拜拜 你这手套 你这手套织得不太好 织得有点乱七八糟 没关系 新到就行了 而此时 林永和刘涛 也已经赶到楚州 四人决定 先行会合 一同前往老人的住所 可是 二十年过去了 老人还会认得出自己吗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您是不是在电话那头 愣了一下 我刚听到您就没有直接接我的话 他手套都织不下去了 没有 手套织错了 我说他心乱了 织错了 嗯 有两只打得不一样 心有点乱吧 我觉得如果他要是没有生病的话 他一定会记得我 你说他要见着我 他也不可能马上就能认出我 我得跟他聊 告诉他 他才能够 就是 想起来有这么一个人吧 你刚才不是说 老太太见让你一定会认得出来吗 但是他如果有个陌生的人找他 他怎么能够 他第一反应应该会是 你是谁啊 你怎么会来找我吧 我的猜测哈 我觉得奶奶应该是有在电视上经常关注你 我觉得应该 他不一定知道那个电视上的人是我的 但不会啊 不会啊 你的名字他一定是记得的 他的儿女会跟他说呀 对啊 你这么惯念他 他一定会这么惯念你 刚才我们问了那个小杨师傅啊 就是那个水电工 他说孩子们跟老婆不在一起住啊 应该让那个小杨师傅一起上车啊 我说了 我说人家忙着呢 对对对 人家一家的门 你敲错门 人家觉得那 这个好事多磨吧 对啊 一路上他心情比较沉重 因为他可能试想过千万种跟他遇见的场景 其实当时节目组问我说 如果找不着 或者说老人已经去世了怎么办 我说找不着的可能是很大的 如果老人已经去世了 我说那我就去找他的坟头 让我自己一个人正儿八经的去 没事 难道就在这附近吗 有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边有菜地嘛 这边就有房子嘛 不是这位老奶奶吧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下车 那我们先下车 我们下车找 我们下车找 什么 有点雨 我觉得只能让涛姐自己回忆 看看是哪一户 我觉得没再找 您在那边 不在这边 应该在那边 这就是你们那边 应该是从那边出来的 没有这么近 50米200米 没有这么近 我们要不要问一下 这是菜地 我们要不要问一下 这个是菜地 涛姐 我们要不要问一下 不是在这 不认识这个地方了 变化太大了 其他的地方 一点都没有印象 改变太大太大了 孙剑问一下吧 我还是问一下好不好 问一下 我们问一下这边的 你好 你好 我们想找 我们想找一位 大概在90岁左右 然后以前 他在这里面 去卖水果的一位老人 一个老太太在哪儿 有吗 这前面那里 哪里 哪里 哪里大概 奶奶您 奶奶您能不能 麻烦您跟我们 那不是吗 原来卖水果的 这这门 这这这门 都各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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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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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姐您要不敲个门 这门都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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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们问一下 这个有多长时间 这个门锁着 没有人了 需要转了吧 一点 只是现在临时 可能出入了 我想问他家人在哪儿吗 是哪一家 是这一家是吗 大门 贴着对联的这家 这家 怎么感觉 原本也是关着的 我们先问问 有人在吗 都不在家 都不在家 有没有谁 有他的电话 您有他电话呀 还有一个名片 这是他们家的那个 来 我来打电话 来 我来打电话 那位 您好 是刘先生吗 您哪位呀 您好 我们是想来找一下 在军区服务社旁边 卖水果的老太太 听说是您的母亲 是吗 对对对 您哪位呀 要不您给他打吧 您给他打吧 那个 我是他朋友 我是他朋友 你哪儿 他个人 都没人的朋友 你哪儿 你哪儿 没有 我是他朋友 那个 因为我 我是他二十年前的朋友呀 部队的那个 他的朋友 部队的朋友啊 对对对 他记得我的 我姓刘 我跟你一样 你是不是那个 刘涛 不是吧 对啊 你打错了吧 你搞什么 怎么看起来 可能还是你后的 对啊 那有什么不可能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我现在在你家门口 你在家吗 你打错了 我没有打错 我在你家门口 117号 我又不是骗子 我怎么会打错呢 贴着一个对联的 这是我的家 对啊 我在你家门口 你在哪啊 行行行 我买一张 你不远 那我们回去看一下 谢谢啊 我再等等你啊 你那个门口好多人 你不要吓到 哦 回家门口好多人啊 对对对 没关系的 好的 好的 谢谢 拜拜 以为是不是 骗子 好不容易打通个电话 以为我们是骗子 行了我们现在他已经相信了 我们在这儿等他 等一下他 对对 我们等一下他 是 是 是您吗 是您吗 刘大哥 你好你好 你好 吓到你了没 你好你好 这是你们 过一下过一下 刘涛 这是龙溪 你好你好 主持人龙溪 我回来了 我是孙杰你好 这是孙杰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那个人是我啊 我那个 我记得呀 我都想死你了 我都没了 这是的 这是的 记得我了 我记得 记得 记得 来来来来 好 你们进去一块 你进去 先给他做一杯 奶奶在哪呢 奶奶在哪呢 在我女儿家 在我爱女儿家 还适合那么就好了 她知道是我吗 她知道那个拍电视的人 是女儿家 她一看那里电视 全部都看到呗 全部都看到 她跟我讲 然后又看到牛托的 我讲 我讲 我也看 我看你的饭了送 奶奶讲 她估计都以为我不在吧 我讲就是的 奶奶今年都九十一了 马路也不一样 房子也不一样 什么都不一样 只有人还是原来的人 二十年过去了 曾经的一切 似乎都变了模样 可唯独奶奶的模样 一直深深地印刻在刘涛心中 从未忘怀 那些和奶奶一起度过的 美好时光 也一直是刘涛心中 最深的牵挂 马上就要重逢了 奶奶现在过得好吗 脸上的皱纹多了吗 一瞬间 点滴回忆涌上心头 在心中期盼二十年的重逢时刻 今天终于要实现了 没关系 面相对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挺好的 照顾我 好 我没有人感谢你了 你还奇怪了我 我没想到你能来 我想了你 难怪我懒样子 天天晚上关夜都睡不着了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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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你太好了 太好了 我看 我看你过得这么健康 我好高兴啊 我都想不到啊 你 我爱头聋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你身体 身体好 身体好 头疼 矮头聋 是吗 嗯 来 我们坐 坐 坐 来 来 哎呀 过几天 过几天 明天就去 去上海了 去干活了 我最想不到的 你这个人性这么好啊 哎呀 都叫人家买我的东西啊 你的性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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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好快哦 哎呀 好快哦 哎呀 好快 然后就是满 天晚上睡不着 就像你 他们的照这个照片 就像你 哎呀 我看到我跟他们那 吞吞姐 然后我乖乖乖乖 可以看到你了 你你你 你看那个电视 你知道那个电视是我呀 我想为什么 就是你 是吗 嗯 我想拿着银庞里 拿着那个 胖 胖 嗯 你感到我看了 怎么是你了 你还 我老了 人家认识 你其实还 没有太大变化 还是那么样 嗯 孩子对我都不错了 谢谢啊 我记得你的儿媳妇了 就是也在那卖水果 那个 嗯 对刚才我认出来 她看到我 原来她真的是你儿媳妇 对啊 对对对 她老问我 哎呀刘桃 你怎么不买我的了 我我就买了奶奶的 我谁也不买 想想你的样子 给你画了个样子 哦 哦 你看啊 画得还像了 是吧 我觉得还蛮像的 现在看 那个时候你 你就先 就这个样子吗 是吗 老了 没了 没了肉了 哎呀 还要帮我睡了 嗯 给你床睡了 给你睡 好啊 好 可以睡 好 可以睡 我一想到你了 你能睡着了 是吗 可以睡 可以睡 嗯 嗯 我也没有想到 我能够 找到我特别想找的人 还能见到她 然后还 让她再次回到我的怀抱里 嗯 年转的意思 袁奶奶 袁奶奶 来来来来 袁奶奶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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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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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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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奶奶 袁奶奶 我有一件事想麻烦您啊 嗯 您得好好回忆回忆啊 嗯 就是九七年啊 刘涛 你给她做的那顿饭 您都做了什么呀 什么菜了 记得了 她不记得了 但是她刚刚提醒我了 她有什么菜 因为那天 她一定要杀一只鸡 我就拖着她 不让她杀那只鸡 您 您 您要载鸡 准备给她做什么好吃的 这红烧的吧 红烧 红烧 要不要炒什么菜了 这些年了 有没有炒鸡蛋 鸡蛋有一个 炒鸡蛋 炒了一个鸡蛋 炒了一个青菜 20年前 奶奶为刘涛做过的一顿饭菜 一直让她记忆犹新 鸡 鸡汤 蒸鱼 炭鸡蛋 小青菜 这些最普通不过的食材 却烹饪出了刘涛心中最思念 也最熟悉的味道 第二天清晨 第二天清晨 一行人一同前往菜市场 购买做菜所需的食材 为老人烹制熟悉的味道做准备 然后尽可能的都是一些能嚼得动的东西 炖鸡得有吧 对 就是炖一个鸡汤吧 然后蒸一条鱼 然后一个小青菜 蒸一条鱼 对 你说的是简单的菜 鱼很难做 对咱们昨天没有提到这个食材的味道里面的鱼 对啊 因为本来想说把鸡红烧 但我觉得红烧的话还是有点就是没有炖鸡汤那么苦 然后 老人家牙口也不好 对啊 对啊 然后 然后再摊一个鸡蛋嘛 因为之前在他家里就是吃鸡蛋 然后还有个小青菜就好了 这个多少钱啊一斤 两块钱 你给我抓一点吧 抓一点 然后再拿两根这个大葱 大葱餐一个鸡蛋饼嘛 然后再拿点小葱 然后再拿点生姜 差不多就得了 这鸡蛋是柴鸡蛋吗 是您的啊 那您先腰吧 这是自己家里家里那个 家里 家里的鸡生蛋 太好了 对 怎么知道这个苦鸡蛋新鸡不新鸡吗 一块二一个 不知道 你啊 拿起鸡蛋来啊 你咬一咬 没方便 轻轻的咬 你别给人 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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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们的 算我们的 没关系 没关系 这叫岁岁平安 鸡蛋 永哥为了教我们分辨 鸡蛋是否新鲜 损失了一只鸡蛋 十个啊 十个十二块钱 十五块钱 十五块钱 这个放你 林浩姐你带钱了 我有钱 我有钱 刚这边这个多少钱一共 三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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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再见 好 鸡去鸡 likely 鸡这个鸡在这儿 这什么时候杀的 线杀了 市长生杀了 那这儿你挑一只 哪elnut帮我们轻出干净 我就挑这只了 你帮我们轻出干净一下好吧 然后我们去买点家谈料 其他的调料 海天 生抽 海天系列在这边 海天系列在这边 海天系列 老抽 生抽老抽 还有这个味鸡腺 拌凉菜的 我们今天可以买一个蒸鱼豉油 其实我家里面也用 你就都拿上 好吧 拿个小瓶的就好了 好呀 谢谢大家 料酒有吗 料酒 去姓去善的 生抽老抽 金标生抽 这个可以 老抽是陶骨老抽吗 陶骨老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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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好的 这做 头盗的 那这两个比来 我个人建议这样 都拿着 给奶奶买 47块钱 再给你打个吃就给45块钱 给 可以了 好 谢谢您 谢谢 这是什么鱼鱼 这是鲁鱼 那我要这条好了 陶骨 他们出来不及了 鱼咱们等一下来拿 咱们还要去超市里面 那些东西 这是几件套 四件套 四件套 这个就是 鱼鱼鱼酱 但这个还挺好看 对阿 这个就挺好看 但是属于断面 属于全面 现在这样的家房 没有全面的 这个我能打开看一下 可以 可以 M M M 可以 可以 这个 可以 你这都要吗 不要啊 因为这是高龄的呀 现在马上天热了嘛 天热再买套薄一点的 那倒一下 床的是不是也要换起啊 对啊 但是我得先看看这个厚 这有点厚啊 还是有点厚 但其实它特别怕冷 这个 这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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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舒服的 这个型 这种是平民的 那就拿两个 这个拿两个那个就行了 这个拖鞋防滑吧 这种是防滑的 还行挺好的 这个是防滑的 挺好的 给我拿一勺 谢谢 就是好媳妇的词 在她身上组里有多少 对 我给你讲 录完这期节目 我妈绝对会跟我说 找儿 儿媳妇就得搞这样了 对 这种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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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是去提亲的感觉 有一点好 不要保证什么 对对对不要保证 不要保证 基本上这都是按价装准备的 来 我给你 还要帮你 这个 电套 谢谢 OK 什么意思啊 干嘛 我跟你讲 腿脚还得利落 真的耶 这是感应一下 扫一下就开了 采购完食材和生活用品之后 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为奶奶制作熟悉的味道 奶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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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我们去给你买了点东西 我把这 我们送你的礼物 我们送你 放哪 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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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奶奶你先坐着 你喝点水 我给我给你弄个菜 稍后开饭 怎么分工呀 你来分一下工吧 我分工 今天你是 我来谁想 你是行政总厨 好 我不会指挥别人 我只会自己 没有行政总厨 我只会自己干 你 主要是为了能够节省时间 嗯 先把鸡给它炖上 对 剩下踏踏实实在做 那这样的话 得先把水烧开了 冷水炖鸡 如果你的水要烧开的话 鸡一放进去 瓶就熟了 嗯 可以 哎 哎 亲爱的 你帮我把那个米 米淘一下 我们那个蒸饭 这样比较好 好的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你干什么 我帮你擦一擦 好呀 好呀 哥您适合干啥 对 对 别让我干啥 我干啥 是吗 我就说我特别不会 指挥别人 对 差不多吧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今天的菜 基本上三两下就搞定了 先把鸡炖上 然后呢 把鱼掉清蒸 不清蒸了 烧吧 那就烧鱼 烧完鱼呢 炒个鸡蛋 对啊 炒个鸡蛋 炒个青菜就好了 来来来 我来切姜 你这个姜需要大片 还是小片 要大片一点 你的鸡蛋里面放盐吗 我的鸡蛋里面 鸡蛋里面不要放盐 放鸡 很被动 又不可能不吃 原则是不动 妹妹 哦 这样 这样它不铺锅呀 我以为你是要把那个 那个 这样吗 脚放进去 需要两边吗 不用 两边它就飘起来了 哦 鱼还要那个切花 鱼 烧的鱼要切花吗 鱼要切花 你要 你要烧它的话 就不用切花了 不用切花了 对 好吧 那个 撒点盐 先让它肉 腌进去 腌一腌 然后把它擦得更干一点 是 没事 没事 所有人都会 再来点葱花之类的 把它腌上 尽可能去腥吧 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 里面可以少少地放一点料酒 料酒原来是去腥 它现在已经不只是去腥 它提鲜 拔鲜 对 他们自己要出去 然后让 涛姐自己来炒菜 让她一个人完成 鱼也都让她硬 全都让她自己来完成 好 没问题 妈呀 压力好大呀 你这样啊 没有 我们是要去帮你布置一下 那个重婚餐厅 我们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要去帮她们布置 那这样我们就把厨房就交给 我们去帮你布置重婚餐厅 留她 我们等着你的美味哦 咱姐加油 加油 谢谢 我手势 没事 加油 谢谢 突然一下安静的一个人 我就不知道该干嘛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系 最怕回忆 最怕回忆 突然翻滚 脚踪着不平息 最怕回忆 好爽 做越来转 sul 肯定卖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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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 我的鱼头 来吧 宝贝 不要离我而去 OK 就用招吧 嗯 拍成 现在就看我的汤了 感受一下 哇塞好好喝 清香 清香 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 你来少饭给我吃 二十年了 没在一起吃顿饭 给你炖个鸡汤 我没放盐 因为我觉得这个汤 就不用放盐 已经很好了 这个肉炖得很烂 好了好了 好 你坐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问我说 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我总觉得 在你的人生路上 遇到过的人 其实都是你应该感谢的人 但是奶奶是我在心里 一直特别惦念的人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奶奶 在他们家的那种 我以前在你家吃饭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方桌子 是吧 一模一样的 你还记得我在你家里 你给我弹这个鸡蛋 可以 好吃 是吧 好吃 烫不烫 热不热 有点烫吧 我吃个倒 我吃个倒 别人倒 你资格倒 不要我倒 你的话我都听得懂 别人不一定听得懂 我都听得懂 你吃个青菜吧 好 青菜 知道你吃饭吃得很多 一点点 好吧 一点点 好 不要了 挺好吃的 是吗 做的菜也好吃 饭也好吃 你吃 你吃 好 我吃 不要了 你吃 要我吃 我就不能倒 你给你吃了 那怎么不管的 可以可以 那你一口我一口 好吧 你一个我一个 可能 在我之前来讲 我觉得记忆中的白米饭 是熟悉的味道 但其实不是 其实是那一刻 我们的气息在一起 就菜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们见到了彼此 然后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然后相视一笑 然后虽然不知道 该说什么 你给我加一块菜 我给你加口菜 好像以前吧 觉得再满一碗米饭 我都得一口不深地 给它吃掉 其实今天那一碗饭 我也很难吃完 但是奶奶也胜了 我也胜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好像 这个时候是更放松的 更没有觉得说 就是 这个很在意 我一定要怎么样 无所谓 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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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铁刀 好 铁刀 嗯 这个节目办得不错 这个节目挺好 爱了多年了 可能心里还有我 嗯 你吃饱了吧 我吃你 烧的饭 我心难受 不要难受啦 没想到要你来烧饭给我吃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看到你 看到你 真好两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以为我应该是 也许忘了他 或者也许以为他已经不再认识了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在老人身上能够感受到的 人生的这种情感和关怀 是更浓烈的 我认为他应该是我人生 年龄最大的一个真朋友 那我走了 一个月我再过来看一看 好不好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从很遥远的一个心愿 一个梦到现在 就觉得人与人之间 其实就是 就是这么的静 就是这么的 就是情感的这种需求 人与人之间 其实就是 就是这么的静 就是这么的 就是情感的这种需求 我不是给你织了一副手套吗 我还找人给你画了个画 我跟你讲 这个画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你 你那个时候坐在那个长板凳上 对 对吧 这上面的水果 是不是就卖给我的 好 好 阿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中有些人的出现注定是一辈子的恩赐 即便青丝熬成了白发 即便跨越了二十年的生命长河 这份深情与惦念也必将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感谢你出现在我生命中 让这一场二十年后的久别重逢 成为彼此心中最美好的陪伴 历时三个多月从南又到北 海天熟悉的味道第二季 十二期节目 十二个感恩故事 十二种人生滋味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也要感谢亿万家庭熟悉和信赖的味道 海天对我们的一路陪伴 熟悉的味道爱要你知道 海天熟悉的味道第二季已经圆满落寞 让我们共同期待海天熟悉的味道第三季 温暖归来 再见 再见 拜拜 时光之味 岁月之星 熟悉的味道第二季 二月五日烹饪出发 四月二十三日 完美收官 整整三个月的日日夜夜 我们用匠心和爱 烹饪时光之味 我们寻找 珍藏在心中最深的寄托 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活下来 让我们活下来 对啊 这一路 我们见证了反哺之恩 结发之情 失声之恩 闺蜜之爱 亦或是 那跨越了二十年的思念与深情 每一份情愫 都刻骨银行 值得惦念 我今天用一种 可说的方式 叫他最感恩之心 送到 每一种味道 都记忆由心 相伴一生 祝姥姥姥姥爷 身体健康 最难忘的是开始 更难得的是结束 情话已经住进了 二十年的时光中 当聚光灯落下 那些深刻而炙热的瞬间 还在继续 余生很长 我们来日再见 这个就是 你们那个 应该是 这边出来的 这个 这个这是我 我记得 我记得 我想死你了 我想你了 过几天 过几天 明天就去上海了 去干活了 那 画也不见了 是吧 我觉得还蛮像的 现在看 那个时候你 你就这个样子吗 是吧 老了 原来没有了 这是鲁鱼啊 这是鲁鱼啊 这是鲁鱼 那我要这条好了 因为这是高凌的呀 因为现在马上天热了嘛 天热再买套薄一点的 熟悉的味道 你来少换比我吃啊 哎呦 二十年了 没在一起吃顿饭 我以前在你家吃饭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方法 一模一样 熟悉的心态 你要记得 我在你家里 欢迎登陆腾讯视频 爱奇艺乐视 蓝天下官网 中国蓝TV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熟悉的味道 话题讨论 登陆熟悉的味道官方APP 腾讯娱乐 新浪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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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娱乐 搜狗娱乐 在繁忙的世界 也要留下清醒的空间 爱 不会常常挂在嘴边 却仍会被那熟悉的味道 勾起回忆 走得再远 也要记得 爱的味道 浙江卫视 2月5日期 每周日22点 熟悉的味道 爱要你知道